來 紅拳的蓋德, 可不可以教我們嗎? 真的很有趣 還有多點動作嗎? 有…美女意度, 什麼都有 好, 走開一點… 站在那邊 弄個紅拳, 虎背紅腰給你看看 那第二招呢?為什麼停了? 停了也很帥 我怕她帶突出 是嗎?我帶突出嗎? 下次收回一點 但有些東西是很難收的 不然, 可能要找醫生才能幫你 我光芒突出, 不用找醫生吧? 你年紀也不小 剛才的動作也不知道做得對嗎? 我們怕你… 追監盤突出 追監盤是兩折夾主骨之間的軟組織 如果姿勢不正確, 或者意外受傷 追監盤突出, 壓住神經線 會引起劇痛 其中醫治方法就是做腰椎融合術 就是把有問題的椎間盤拿出來 然後把兩折椎融合在一起 穩定一下脊椎 這個手術最近已經用到機械人來幫忙 立刻跟大家直擊手術過程吧 讓我們進去直擊這次的手術 沒這麼說… 榮幸…這次的手術是甚麼名字 這手術是腰椎融合術 今天手術的特別之處是… 第一, 用微創組 我們還會加上導航系統 可以減少對病人、對醫生的 輻射的揮揮 最新的就是我們會用一個手術機械人 輔助我們做這個手術 令手術更精準 對於周邊的肌肉創傷減過最低 希望病人復原快點 甚麼病人才會需要這個手術 所以這些手術的病人 都是腰椎有退化症 他多數都是因為壓到神經線 或者腰椎有不穩定 我們才跟他做融合術 這個病人是一個男士, 46歲 他已經痛了很久, 腿已經痛了 試了打針 也試了一些物理治療、食藥 也不行, 所以最後才需要做手術 這個機械人的測試 是否比以前的手術精準很多 開始我們會收集X-ray的數據 或者CT的數據 就像一個地圖一樣 現在我們畫地圖 然後將資料輸入電腦 有些AI的程式 一會兒可以用導航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儀器 和脊椎的位置 很準確的位置在哪裏 這個測試比人手去做 是否好很多 如果有測試, 就可以在影像上 看得很清晰 你的東西在哪裏 而且我們用微創做 微創主要跟傳統開放式的手術不同 就是我們不會打開, 看著做 這個工資的手術 是否也很少有在香港 是, 現在這部最新的手術機 會是在香港的第一個案子 是嗎 這部機器也是上個月才到香港 做那個患者很榮幸 做今天我們的觀眾也很榮幸 可以見證這件事 有痕在 你肯定沒看過手術嗎 從來沒有, 有點緊張 你會否暈血 當然不會 而且要甚麼害怕 聽說它不會很血淋淋 因為這個又微創 科技又先進了很多 剛才我們用這個機械臂 幫我們在皮上 告訴我們進去的位置在哪裏 變成我們待會開箱口 根據它的指示在那裏開 因為我在皮層已經很精準 知道的位置在哪裏 我的箱口就可以減至最短 以及最小 現在醫生準備把螺絲塞進去 你看到現在這個螺絲的頭 我們可以一直扭下去 你的顆螺絲已經走進去 你聽到它現在的嘟嘟聲 就是神經線監測系統告訴我們 我們放顆螺絲的時候 有沒有穿了出去的骨 腰椎融合術 因為要在病人體內 放入螺絲等等的植入物 令不少病人擔心 可能傷到神經線 新技術提高了手術的精進度 還縮短了手術的時間 梁醫生說這種手術 以前要做三、四小時 現在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 那脊椎融合手術 適合在哪些病人身上 融合術通常是想穩定脊椎 不穩定的情況 通常動動腰部 坐、站、走的時候會非常痛 但躺在那裡或睡在那裡 就會舒服很多 多數有可能是腰椎不穩定 如果確實了它有不穩定的情況 就需要做這種融合手術 腰椎本身有孔節 中間也有一個椎間盤連繫著 其實是一個組織在兩個骨的中間 變成一個關節 經常聽到椎間盤突出或脫位 就是當椎間盤突出來了 可能壓到神經線 就會影響到腳痛的情況 因為我之前也試過有椎間盤突出的問題 就是因為搬重 其實這些情況是否常見 其實很多時候都多 看到人們在機場拿行李 二、三十公斤的行李 彎著腰大力搓箱子出來 其實那些情況 對腰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有機會引致椎間盤突出這個問題 肥胖會否是其中一個原因 脊椎本身是承托人的重量 托著的重量越重 變得退化的機會就會越大 有否早期的徵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當神經線受壓時 自然腳會痛 症狀通常會有麻痺、針疾和痛 最嚴重可能會到達到無力的情況 如果發現自己有椎間盤突出 可以怎樣醫治 最初會先做一些保守治療 主要是有食藥,即是消炎藥 還有可能會做一些手法治療 例如物理治療 我們會試大約六至十二個星期 看看病人的情況如何 如果情況仍然沒什麼進步 就可能要進一步 一些我們叫做介入性的治療 介入性治療主要有譬如封閉針 我們會打雷固醇 如果真的都不成功了 才會考慮做手術 不然會做手術 想保持肌肉體健康 最重要是控制體重 令肌肉的負荷少一些 還有就是不要坐那麼久 記得坐到差不多 就要起來走一下 舒展下根骨 如果你有手腳麻痺或痛 就要快一點看看醫生 因為你可能患有椎間盤的問題 謝謝 這幾天, 睡不著也睡不著 明明買了一個新枕頭 為什麼你還覺得腰串背痛 不睡了 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作為一個醫學節目的主持 看見你身體有問題 在這裡研究一下也很合理 我還找他來幫忙, 也是很合理 睡得身體痛 可能和你的枕頭有關 枕頭過高或者過低 其實也有可能影響脊骨健康 朱脊二, 枕頭過高或者過低 會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長期保持著睡一個很高的枕頭 有機會令到骨和骨之間的椎間盤 軟骨向後突出 壓倒神經, 容易手臂 另外, 背部的肌肉 譬如上斜方肌 長期處於這個狀態 經常會拉長 所以一些人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睡完之後, 肩膀還會很累 很緊的情況 經常睡過低的枕頭也會有問題 因為如果過低, 你的關節會經常向後按 所以最容易受壓 就是我們頸椎的第一、二、三節 如果這些關節有功能性的錯誤 很容易造成頸椎性的頭痛或頭暈 甚至乎可能會影響到呼吸 有些鼻寒或是睡眠窒息的情況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高度的枕頭呢 首先量度肩膀的闊度 再選擇頸部的闊度 再隨意, 應該是枕頭的厚度 即是36-16, 隨意 大概是10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 10厘米厚度的枕頭就適合你了 我是側睡的, 我是養睡的 那計法是不是一樣? 計法大同小異都是一樣的 不如你們躺下 再看看你們躺得正確, 好嗎? 首先Joyce, 你睡錯了 哪裡?哪部分? 很多部分都是 因為第一, 你睡的時候 你的手會佔著睡 你的頭已經側向左邊睡 不然你就很容易造成 手部麻痺、碗管綜合症的情況 現在你的枕頭的高度挺適合你 因為側身睡的原則都是 你的鼻樑和頸椎 要同一個水平線就可以了 就是要直的? 沒錯 側身睡的來說 其實你的頸部最好是不要經常躺下 頸部長期彎曲 腰部長期縮 會影響到本身的心理弧度 久而久之, 都會造成一些 卷骨突出、壓倒神經 都會造成麻痺的情況 所以… 不可以這麼欺負 對, 要直一點? 要直一點, 不僅是直一點 你還要兩隻腳之間夾著枕頭睡 不要讓脊骨扭著 我平時也有夾著 是不是? 是 這個預防肌肉不要拉傷 朱脊椎, 我又睡得正確嗎? 也有點錯 首先, 當你用波浪型枕頭的時候 你應該由低那邊躺起 就是我要反轉枕頭 第二, 波浪型要承托到頸椎的位置 你整晚睡覺才安枕無休 其實養老的時候也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壓頭要高於下巴 大於五度左右 簡單來說, 有一點收下巴的感覺 坊間有很多不同質料做的枕頭 選哪種, 原來都是由碎脂決定 朱仔衣, 我平時習慣養碎 應該選什麼質料的枕頭呢? 這些又行不行? 你選得很好 因為記憶棉的枕頭就適合你了 因為養碎的時候 記憶棉有一個比較貼近你的頸 還有頭的線條, 提供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承托力 減低背部受損的機會 而它的回彈力比較低 所以你睡覺的姿勢也會貼近你 質素應該選擇什麼質料? 質素最好是選擇魚膠質的物料 因為它的回彈力比較高 適合側身睡覺的人 因為它適合用中硬度的枕頭 那是否只有這兩種質料? 其實不是, 今天帶多了一個 叫做水枕的枕頭入水 因為水枕適合兩種睡眠姿勢 因為你可以透過注入的水量 而控制它的軟硬度和高低 所以適合你睡覺的姿勢 不過有時候我們選枕頭 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所以我們要拿這個枕頭 今晚回去試試 那就一定有覺好睡